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国祥 一届野老村妇 有好多的网友 一直向我提问 就是在我们目前的 这个书画界里边 寻找可以收藏的人 他的作品 初列收藏的 或者说这个想简陋的 以小博大 都是有这种心理 这个收藏啊 能获得千百倍的力 我在上几期视频上讲过 不是一个难事 但是 他的背后的支撑 你的眼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 可以拿我们解放前 民国时期 海派的画家 做比喻 当时 上海是一个画家的集散地 人数绝不会少于 我们现在宋庄 画家村的画家 当时 我们这个大商巨股 包括画商 基本上都是到上海 去买画 当时上海 书画书法 是很兴旺的 那么他的代表人物 我们都知道 吴昌硕 任伯年 为代表的这些画家 等等 还有什么 任勋 任雄 等等的 好多好多 就拿现代的市场价位 这些人的话流传到现在 谁的话 能够值钱 到现在 很多画家的作品 基本上依然是 几千块钱一张 过万的 几万的 不多 那么为什么我们谈到 后海派时期 这些画家作为例子 任伯年 吴昌硕 老先生的画 现在是 价格非常的高贵 那么 当时如果说 你收藏 这些画家的作品 那么你肯定是有 千倍 百倍的例 这个例子 说明了什么 就是你真的 能到收藏品 一个最关键的 也就是我下边要讲的话 它一定是在市场上 反复成交的 这些艺术品 这些书画 及书法作品 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要收藏的 但是呢 你按现在说 价格都是已经比较贵了 你当初有眼力 那就是有千倍 百倍的利益 这个是一个规律 你一定要掌握住这个规律 你才能达到 你所预期的这个收藏效果 你比如说 齐白师先生 这个他的话 一定是反复收藏 今天在你手里 可能明年 又让别人派走了 或者是私下里转让 也是一步一步的 这个往沟里走 那么好 我们在15年的时期 你看 这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 你看北京画派 还有刚才我讲的后海派 这些画家 你看陈半丁的画 多少钱 陈时增的话 多少钱 价格在15年这个时期 还是非常低的 就是十万二十万 几万一张 那么你现在看 这些人的价格 几百万了 短短的几年 这个时间段 那就是百倍 千倍的利益 我们海派和这个京派 这些画家 这一个时期 这几年的表现 我们从中 就会得出 很多的经验 一定是 市场上 反复交易的书画 它才有收藏价值 我们的书画 就如同我们使用的筷子 我们家里边 用的筷子 那是反复使用的 我们很多饭店的筷子 是反复使用的 通过消毒 洗刷之后 这个下次 还要用 反反复复 这才是 值得收藏的筷子 一次性使用的筷子 是不值得收藏的 那么你要收藏谁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找了 你在市场上 就可以找到了 这个人当初的话 可能是900一张 1200一张 那么这个人说 你卖不卖 你要卖 好 我那 3000块钱要 我5000块钱要 这个画家 将来就是 井喷的画家 他已经在市场上 他有价值了 你如果认为说 你看这个人 我在电脑上一查 他那张画 300万 500万 200万 100万 几十万 这些你千万不要 这些你千万不要要 为什么 不贴谱都是在做市场 在做数据 还在这个阶段 能不能行 那是另一回事 真正的好的画家 你一定要知道 他就是开一个店铺 一个画家 说我这个画 叫河水翻酒画馆 就是一个店铺的名字 我就这个 100多平米的画室 这就是我的经营场所 以此为生 卖自得钱付酒家 就是这么个样子 他做的是一个买卖 读大胆的书 行管理路 这都是这个画家 必干的这些活 你就找这类的画家 他已经进入市场了 价格不贵 你看他是不是 能够反复的成交 只有反复成交的 这些画家 将来他才能升值 才能带给你千倍 百倍的利润 一旦说买爆了 他就会涨价 要的人多了 他就会涨价 到最后就是减退 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 遵循这个规律 就能给你带来千倍百倍的利润了 不要盲目的去问谁 你呢 就遵循了这个规律 这个是市场规律 沿着这个市场规律去走 这个你就成功了 否则那你一定是失败 我一定帮咱们诸位 捂好这钱袋子 我时时着急 因为现在忽悠的太多 现在你看我们手机上常有这个信息 加入美鞋 这个多少多少钱 书鞋多少钱 你挂人单会堂证书多少钱 是吧 这个你跟这个国外的时间 照相 这个送他的这个礼品 这个给你介绍多少钱 这个外国的什么总统来了 你一块合影照相 这个证书多少钱 这类事太多了 你不要看这些 一定要看书画的质量 到最终 刚才我讲了 这些老画家 那么人家画为什么这么坚挺 那才是真正的软黄金 收藏的是什么 收藏的是财富 只有这里的话才是财富 很多公司 卖给老头老太太那些画 那都是一顿消费 老头老太太等着升值呢 你等到一万年以后 你也升不了值 就是砸在你手里边了 要收藏什么 市场上能够流通的 这个人当初这一张画900 现在3000 有人要 这个当初5000块钱一张 现在呢12000有人要 变成32了 现在变成1万一平尺了 变成2万一平尺了 这类的画家的画 你不要等它变到1万一平尺 你依然在几千 这一段你多拿 拿下之后 你一定是成功的 获得千倍百倍的力 是半点问题都没有的 那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